美国联组会本周5月4号将召开利率决策会议 我们请教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我们看到联组会偏好的通膨指标 3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 是年升4.6%高于市场预期 显然通膨距离2%的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 加上近期银行业风险事件频传 先是矽谷银行 而现在第一共和银行也将被接管 你认为本周联组会升息几率会有多大 未来影响因素怎么观察 基本上当然升息几率 其实目前已经高达85%了 而且就在这几天 礼拜四 那目前来看应该就是升息一码 你要再更高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声浪 希望联组会停止升息甚至降息 不过以目前整个CPI的数据来看 虽然有降温了 包括核心CPI的部分 还是相对高档的一个水位 而且距离联组会的2%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而且大家别忘了 这次3月份的数据能够降下来 是因为去年3月基期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所以对联组会来讲 升息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事在必行 那至于说大家在讨论目前看到 有整体市场机会来讲 确实今年的这个目标利率 如果是落在最后年底 是落在4.5到4.75的话 或许下半年确实有可能降息 但为什么市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说 目前除了联组会要去解决通膨的问题之外 实际上他还必须去考虑到美国现况 一个是目前货币供给持续的减少 M2的部分持续的下滑 那M2持续下滑 它会当然带来两个影响 第一个就是景气的一个衰退 就是产出我们所谓的 这个国家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减少 年度产出的减少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会导致这个物价的一个下滑 但是产出减少这件事情应该会先发生 反而通膨还不会发生 因为以产出减少这件事来看 我们目前看到就是 还有包括银行业的一个问题 银行业的问题从流动性的问题 如果你利率还是持续往上攀高的话 对银行业的流动性问题来讲 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的棘手 那这个部分也影响到银行对于 贷款这个释放的一个意愿 所以目前看到信贷也在紧缩了 甚至有些中小企业都已经 美国的中小企业都已经接到变化 今年的贷款不会再延期 那甚至也确实看到了很多的 这个中小企业宣布破产 甚至贷款违约的一个情况 所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美国的景气的状况 确实有在开始恶化中 开始恶化中 那当然对下半年来讲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一个挑战 因为目前升息大概大家 还是可以接受 但是当你的景气的状况 越来越恶化的时候 那你通膨又压不下来 那到底联总会 到底要不要升息对抗通膨 还是说要看 然后看着这个景气持续恶化 还是说他要有另外一套办法 去解决景气恶化的问题 然后用别的方式 来解决通膨的问题 我觉得难度是越来越高了 谢谢大家